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于会后三小时内与网站公布 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您 今天的简报内容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 受到风险及不确定因素影响 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 详细内容请参阅简报内支投资安全声明 接下来有请陈特助开始今天的简报 好 谢谢小林 线上的投资法人 先进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那接下来呢 就由我来为各位做本公司Q2的法说报告 好 和晚常一样 这是我今天的简报大纲 那金星科技是2005年 在新竹园区成立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 是在做CPU处理器的一个细制裁的公司 那目前员工大概在230人左右 那大部分是工程师 2015年我们拿到TSMPIP的OIP Award奖项 那隔年呢 我们加入Risk5 Foundation 成为其中的创始会员 那去年呢 我们upgrade我们的Membership 到Risk5国际联盟 成为主要的首席会员 那后面呢 我会再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同仁 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那同样在去年呢 我们的项量处理器NX27V 有荣获园区 新竹园区 优良厂商的创新产品奖 我们目前呢 commercial的license系呢 有超过200份 遍布世界各地 那有些客户呢 觉得我们产品不错 会跟我们renew 或者是license新的产品 所以合约数呢 目前有超过500份以上 那Andesign呢 是我们的tourchain IDE的tourchain 那目前的installation的number 全球超过2万个installation 那ecosystem的partner呢 有目前有超过500个partner 那客户用我们Andes IP 做成的soc的tourchain 这个出货量呢 目前有超过80亿颗 好我们今年第二季的营业收入 跟上一季比起来呢 是增加37.2% 跟去年同期增加103.7 上半年的前十大客户应用 各位可以看到 最大的是美国的AI 第二个是台湾做touch panel 这种sensor controller的客户 第三也是在台湾 做Wireless IoT 那第四呢 是在大陆 一家做5G Modan的客户 那前十大客户的 占我们的营收比重 是69% 那在第二季的权利金收入 是5000多万 那跟上一季 略微减少7.5% 跟去年的同期 增加63.3% 那权利金的应用呢 我们可以先看这前面十大 好的客户 那第一呢 是台湾的 一家做touch panel sensor controller的 那第二也是 也是跟sensor controller的相关 那一直到第三呢 是台湾做Wireless IoT 第四呢 也是台湾做Gaming Flash Controller 等等 那前十大客户的 权利金呢 在我们的权利金的 比例呢 是91%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权利金 的一个成长状况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上半年 来自于权利金的收入 是1亿500多万 我想跟去年全年的1亿5800多万 有很明显的 上半年有很明显的一个成长 营业毛利跟毛利率呢 各位可以看到 毛利率一直都在99%以上 费用的部分 跟上一季比起来 略增0.5% 跟去年同期是增加12.7% 营业利率呢 在这一季 是6900多万 跟上一季增加421% 营业利率率呢 这一季是33.31% 合并净利呢 是6000万左右 跟上一季增加117% 合并净利率 是28.99% 那第二季的营与呢 是1.41% 跟上一季0.65% 增加了0.76元 好 接下来来看 整个上半年的销售的 一个收入模式 各位可以从这个拍摄 看到最大的一块 是来自于细制裁的授权收入 占比是57% 那第二大的呢 是权利金 29% 第三呢 是来自于 维护服务费 8% 那如果来 从销售地区别 来看我们的营收的话 最大的区域是来自于台湾 38% 那第二大的呢 是来自于大陆的35% 接下来是美国的17% 再来是日本的6% 欧洲的3% 那这一张图呢 主要就是更进一步来看 我们营收来自于 来自的一个产品别 那我想 那 左边那个比较小的PiTRA 是一个大项的部分 先让各位了解一下 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V5 或所谓RESPY的一个产品线 占比是57% 那来自于我们上一代V3的产品 是37% 那接下来呢 是6%的来自于客制化的服务部分 那如果各位想再知道 这些产品的Black Down 我可以看右边 这个PiTRA 那各位可以看到 像是N25 第二个的N25 NX27 AX45 D25 N45 这些超过数字超过20以上的产品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RESPY 或所谓V5的一个产品 那其他的 就是有的是来自于V3 或是客制化的服务部分 那接下来这张视频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Q2 RESPY营收的一个占比 各位可以看到是56.4% 但实际上这个客制化服务部分 这个7.1% 也是来自于 也是以RESPY的Kernel 这部分的客制化服务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跟RESPY相关产品的营收呢 是高达63.5% 那当然跟上一季 将近在61% 或者在去年同期 在62%左右 都有很明显的一个成长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产品应用部分 那先稍微回顾一下 我前面所讲的 那金星科技是一家 16年的 那个上市的CPUIP公司 那光去年2020年 我们客户 用我们IP的SoC的出货量 有超过20亿颗 那我们在RESPY国际联盟呢 我前面有说过 我们是一个Funding Premier 首席的一个会员 那我们在里面 有多位从人在里面 扮演一些角色 包括我们的董事 CEO 跟董事长 Frank 是RESPY International的 一位Ball Director 那我们的总经理 跟CTO 是在这个技术指导委员会里面 当副主席 那另外我们也有资深的 Sales Manager 在RESPY联盟里面 当这个Ambassador 那另外我们还有 RD的Senior Director 跟Architect 分别担任这个 P Extension的Chair 以及Flycer Interrupt 这个Task Group的Culture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除了对RESPY 这个Open Source的贡献之外 我们也是一些其他 主要Open Source的Maintainer 跟Contributor 这里面有包括 像是Gnu的Toolchain 或是LVM 这些跟这个Compiler 有相关的 那也有跟OS相关的 像是Linux 我们都是 都有同仁 在这一部分 做Maintain跟贡献的部分 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应用呢 非常广 那这里先列出一些 比较大的主要应用 像是手机 那手机里面 它是用在哪些产品呢 像是手机里面的NFC Storage Task Screen Controller 这些控制器 那另外呢 有的是用在这个通讯上的 不管是Wi-Fi Bluetooth GPS 这种combo chip 那另外也有客户 用在一些 跟Consumer 也得穿你相关的 Smart Speaker 或是 共享单车的GPS Controller 或者是Nissan HL的 A-DOS Controller 任天堂的Switch 的Game Flash Controller 等等 在资料中心 上的应用呢 有用在Machine Learning 的Computer 或是Switch Router 或者一些 比较新进的 5G Networking Wi-Fi 6跟7 或者是AI Processor 这方面的 一个新的应用 那如果单就 我们GIS-Fi 产品的应用来看的话 我们已知的客户 他的应用就已经 非常广 几乎就是从 IoT 或是一些 Consumer Electronic 一直到 后市端的 Cloud Computing 我们都有客户 做这方面的应用 就像我这里 列出来的 从A-DOS A-IoT Broadchain MCU 或者资料中心的 AI加速器 SSD 或者是5G的 Macro 或Microsale 那他们使用的制程呢 从40奈米 到5奈米都有 那有很多 都是跟AI 相关的应用 那我们客户呢 我们也发现到 他采用的一个核数呢 也是逐步的在增加 这也代表说 他需要的运算力 需要更强 所以他需要更多的 CPU核心 那过去呢 可能2到8核 那现在呢 我们就很容易看到 客户有30核 甚至100核 1000核 这样的一个 SoC的Design 好 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呢 主要分成这5大部分 那N-Discord呢 是我们 主要给客户 它是Lizense的话 主要给 客户做的一个CPU IP 那后面呢 我有很多 章节 会介绍这个部分 那N-Discord呢 是我们的 Intrusted Architecture的一个 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的Kernel呢 是V5这个产品 是基于GISPY 那当然 我们在这个GISPY Kernel外 这个ISR 它的Spec之外呢 我们也有一些 自己的Extension 甚至有客制化的Extension 后面我会略微介绍 那N-Discord 是我们给客户 开发的一个Tourchain 不管它要开发软体硬体 这是一个Tourchain 可以方便它的一个开发 那Andisom呢 是给客户的一个Solware stack 那也就是说 它上层的一些软体的开发 就是在不同的OS下 不管是Bellmetal RTOS或Linux 我们都有提供 对应的Solware stack 来协助它加速它的APP的开发 那Andisom呢 是我们的Platform IP 的一个Deliverable 那这里面呢 客户他做他的SoC呢 可能就是不只需要你的CPU code 为了加速它的开发 它的一些周边的Platform Interconnect 这部的IP 我们也提供 那这图你也可以看到 包括它的开发板 都是在协助客户 加速它的软硬体开发 那我们Andis V5 GIS-5的这个Solution呢 在过去传统的运算架构里面 强调的就是Leading的PPA 那另外呢 如果客户需要更高的Performance 甚至需要到那个 Power Efficiency的Application Processor 我们也有提供 对应的A系列的产品 那如果需要到更复杂 需要到向量处理器 类似过去早期那种 CRAID Supercomputer Style的 的那个Vector处理器 我们也有新产品 在这个领域里面 那当然客户如果觉得说 他用的标准产品 他觉得他还需要更 更 更 High Performance 甚至跟他的竞争者 有差异的 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也提供客制化的 Extension的服务 那这主要就是针对客户 Domain Specific的一个Architecture 直接针对客户他要的一个指令 去添加他的一个Hardware 来达到最大的一个效能 或是最小的一个功耗 好那接下来我就来谈我们 Riskify的一个产品路线图 那过去我们已经很成功推出 这个25系列 不管是用在一些MCU 或者需要比较复杂OS 包括Linux上面做Application Processor 或者是多核的应用 传输的一个速度 那45系列呢 是我们所谓 Super Scaler Duo Issue的Processor 那同样的 他也有Memory Boost 那这些好处呢 有包括 像量 加入像量的一个指令集 像是512bit 性低的指令 可以提升 整一个所谓AI的一个Modeling Modeling 这个Benchmark的数字 提升到66倍 之前我的Present是在30倍 那我们一直持续在改善 这个效能 那另外 Duo Issue呢 可以提升 它的那个Performance呢 50% Memory Boost呢 可以提升 Memory Access的Bandwidth 3倍 然后降低它的Latency 40% 好 那接下来 我用几张slide来介绍 我们的新产品 4 5系列 这里面有包括 32bit 跟64bit的 一系列的一个产品 好 那4 5系列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 8个StagePiline In Order Duo Issue 的一个产品 那它架构在 我们的MD-Star V5的Isa上面 那里面呢 有包含 RV 这个这里的信号 是代表 32或64 GCN 分别代表 不同的Extension 那这个整个全系列呢 我们都有支持 这个GCN 这个Extension 那也包括 Single 跟Double Precision 的FPU 那如果客户呢 希望有这个DSP 这个信低这个指令呢 它可以用我们的RV 这个32或64的P-Extension 这里面有包括我们的D45 那A45 AX45 那如果它需要Linux应用呢 可以选择我们有MMU的Option 这里面就是用到我们的AX45 那另外呢 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的Memory Boost的Memory Subsystem 可以提升它的Memory Bandwidth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Extension 来协助改善它整个系统效能 包括将这里列出来的StackSafe 这个方便客户在开发的时候 可以加速它的Debugging 那CodeX呢 可以降低它的CodeSize 那当然呢 我前面提到 我们有多核的一个Support 目前我们Support是1到4核 那主要是由A45MP跟A45MP 在做这方面的支持 那45系列呢 跟上一代25系列呢 效能到底有多少差别呢 从这个图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不管是32bit或64bit 在一些常见的CodeMarks 或DryStone这种Benchmark的 的标准上面 我们都可以得到 有1.5倍以上的一个 效能的一个提升 那这段时间呢 是可以让各位了解说 如果用我们的A45 跟靠近 算是比较靠近的一个 competitor的一个产品 A53 来做比较的话 各位可以从这张图看到 TaiComa跟DryStone 都有1.3倍以上的一个提升 那这张highlight的主要就是 他们两个有类似的架构 所以这样比算是 蛮make sense的 那另外A53呢 这个是unbase的 那它是在industry上面 很多产业上面的应用 很广泛的被使用 那今天我们的推出的A45呢 在效能上面 是有比这个A53 有1.3倍以上的一个 enhance 那我们相信呢 我们A45呢 是可以支持更多的 的一个application 由于它效能的一个提升 那如果单就 27跟45系列 产品的目标市场来看的话 这里就更specific 各位可以看到 像是一些AI Deep Learning 甚至ARVR 那我前面有提到 5G Networking Storage 等等 那当然还有ADOS 或者一些比较新的应用 包括V2X Vehicle to Everything 以及IBI Vehicle Infotainment 那我们也相信说未来 还有很多新进的一些应用 有需要到我们27 或45系列 这种high performance的一个 proscessor的一个computing power 好那接下来就整个 我们看一下金星 它的Obovo的一个 Rishpire处理器 在AI的应用 前面我已经谈到 我们很多新进的客户都有AI的应用 所以这一张给各位 算是一个概观 来看我们不同的产品线 用在不同的AI应用 如果你从最底下的 N系列CPU产品来看的话 客户在一些 在一些 Smart IoT 上面的应用 就可以考虑 用的N系列 那DA系列的 我们是预期说 它可以cover到一些更 advanced 包括Smart Camera Smart Home上面的应用 那最上面的呢 像一些Mobile,AR,VR,Surveillance 或是测用电子 资料中心等等 这些印算量 需要更大的CPU呢 它可以考虑用的 Vector Processor 那我们 Gisk5 DSP的Extension呢 是广化应用在客户的一些 多媒体 那基本上就是扩展 客户过去在MCU使用上面 它可能可以利用这个DSP 来加速它处理 多媒体的一些指令 然后一些通讯的protocol等等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一个比较图呢 在不同的algorithm的 的一个voice call data 或是这个face detection 这种image的处理 我们可以看到 从MP3 AMR 一直到这个西发10 这方面的用P-Extension 跟没有用到P-Extension 它的加速呢 可以达到2到4倍 这样之多 好 接下来看 当客户呢 在这个DSP的Extension 它在应用上面 它要在Cover更深更广 那可以考虑我们用 我们的向量处理器 NX27V 那我们让我们这个产品呢 做得非常弹性 那它的一个向量的一个 Jestor的宽度 我们是可以config的 来满足它 不管是在做 Endpoint Edge的computing 或者是Cloud Computing上面 它可以透过 简单的computation 来达到它 不同的一个应用需求 那Endis 客制化这个Extension呢 就我刚刚提的 就是主要用在客户 Domain Specific Architecture 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提供的是一个 All-in-One的Copilot Tool 很方便的来协助客户 加速去开发 他想要的一个指令 那当然这个指令开发 如果他觉得 不管是Title Market 或是他觉得 他的Resource 有一些Limitation 那我们也有客制化服务 来协助他 开发他想要的一个指令 好 那接下来 这样子来呢 让各位了解 金星科技呢 在Z5的一些Extension上面 有做到全球领先的部分 这里面有包括P-Extension 就是我刚刚提的 DSP的Extension 然后我们有SeniorRD的Director 在里面做Chair的角色 那P-Extension的部分 我们也是最早 有客户 用我们的向量级的指令 在他的SoC里面 他采用的就是NS27V 那最底下呢 就是客制化指令 这一部分我们过去 在V3 也是上一代的Architecture 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产品 在客户那边应用 所以在当V3到V5 我们继续把这些Extension 做到我们的Riskify里面 所以呢 各位可以了解 金星Riskify的产品 有这几项优势 首先是一个成熟度 就我刚刚提的 我们是一家16年的CPU IP 设计公司 所以我们的Hardware Sowware Tourchain 产品 优化各方面呢 都做得非常成熟 而且呢 它的弹性度 也非常的高 因为我们要满足 很多客户 它不同的一些需求 所以 让它很有弹性 就可以 可以满足 更多客户 的一个不同的需求 另外在效能的上面 过去我们就一直很强调 这个Leading的PPA 跟CodeSize 因为我们主要在 跟主要的competitor 像是Arm在做比对 比较的话 这个PPA跟CodeSize 是一个主要的比较项目 那在Zize里面呢 我们也增加它的一个 延伸度 extensibility 包括我刚刚提到的 PV跟AC的extension 所以这一部分 就像堆积木 或是所谓模组化 这样的一个设计 它可以根据它的需求 去加它要的模组 来拿到它要的一个效能 所以是非常一个 有弹性化的一个设计 好 那我们清新科技呢 都一直很积极在参与 Rishify的一些社群活动 那这里我列出来的一些 就是一些 就是基金会里面的一些 Task Group 那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在这个P-stension 发生in-run-run 我们是Chair跟CodeChair的角色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一些知名的公司 像是Qualcomm,Google,Tesla,CGate,WD等等 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一些 其他相关的CPU公司 包括NVIDIA,AMD等等 知名的CPU公司 好 那我们在Rishify的定位 包括像是我们competitor 还会有做denai service 或甚至做chip的这种 就是有点 我们来看是有点跨界的 但是我想我们是一直专注在一个领域 那把这个产品 CPU IP跟客制化 CPU的一个客制化 服务呢 这个产品做好 那另外我们有领先的 PV Custom Extension 那另外还有提供客制化的一个服务 那生态系统的部件 我们主要提供的是 Andes跟Connect.me 那Andes主要针对 这个General Purpose 应用的生态系统 那Connect.me呢 主要是针对 AIoT的领域 那我们部件的方式呢 是create一个community 有一个website 然后把我们的产品 还有包括我们的partner 甚至我们客户的一些相关的产品 放在website 让我们的一些新的客户呢 可以一站到位的 找到他要的一个solution 那当然对我们的客户为原 这些产品呢 也可以方便 他去推广 推广他的产品 给他的客户 算是一个co-marketing的一个动作 好 那FaceDot Program 我们有 就是过去有推出一阵子 那这边跟各位 再介绍一下 就是里面有提供 Evaluation的Program 跟Must Productions的Program 那这个FaceDot Program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针对一些 小的start公司 或一些小的工作室啊 那甚至是一些学术啊 甚至个人等等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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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2的Arteal Code 去让他开发 那当然他将来量产 我们再跟他 收Royalty 所以这个主要是 着眼在 这个long-term的一个营收 那当然同时也对 Andes呢 或GIS-Fi的 Ecosystem的固件 也是有 很直接的帮助 因为也代表说 越来越多 相关的 Developer 或者是学术的 一些 一些Academy 一些Education 这一部分的一些利用 那Emen的Promotion呢 我们过去都一直有 在办这个 的GIS-Fi.com系列 包括今年六月 我们都有办线上的GIS-Fi.com 在台湾 那当然 我们陆续还会 在其他的区域 包括美国大陆 办这方面的event 那GIS-Fi Summit 波兰跟WatchUp 这是GIS-Fi International 他们主办的event 我们也都会 去参加 去Promo 我们的Solution 那另外还有一个 TSMC的Symposium 跟OIP 基本上我们也 会有蛮多客户 去参加TSMC的event 所以我们也会 在那边 不管社步时 甚至有演讲 这方面的一个 update给我们的客户 好 那最后 我用这张Signal 做一个总结 那金星科技呢 是要做一个客户 一个可信赖的 一个运算专家 那我们过去呢 很成功的 推出一些 新系列的Risk-Fi Code 这里面有包含 我刚刚讲的一些 PEB客制化的extension 那以及客制化的服务 跟FreeStar的program 来拓展商机 那另外我们也 会持续很积极 参与Risk-Fi International 一些新科技的开发 然后贡献 Leverage 这整个ecosystem 的一个resource 那最后呢 我们希望 能够成为 这个Risk-Fi Industry 里面的一个技术贡献者 市场的一个促进者 以及行销的领导者 以上是我的简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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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